水瓶座下周运势 10月7日到10月13日 事业运势下周 水瓶座的事业领域 将上演一场人际与变革的交织乐章 金星三分火星和水星三分木星的相位 就像是一场人际关系的交响乐 可能会让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挑战和沟通方式的转变 这时候 你们需要像一位优雅的指挥家 处理好与同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保持冷静和理性 避免冲突和误解 确保事业的乐章和谐美妙 而木星力行 则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工作上的挑战和变化 别担心 这正是你们展现适应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好时机 找整心态 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任务 你们一定能够化险为夷 让事业之传承风破浪 冥王星顺行 则像是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和转型 它可能会让你们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你们勇敢面对并做好准备 记住 每一次的变革都是成长的契机 只要你们敢于拥抱变化 就一定能够开创出更加辉煌的事业篇章 财运状况 在财运方面 下周可是水瓶座朋友们需要格外小心的一周 金星三分火星 可能会让你们在财务上燃起一些激情和冲动 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购物狂欢 但是 别忘了理性消费 避免过度消费和投资 否则可能会让你们的钱包空空如也 而水星三分木星 则像是一场理财计划的盛宴 它可能会影响你们的理财计划和决策 让你们在财务上更加审慎和平衡 这时候 你们需要像一位精明的理财师 审慎考虑和平衡财务收支 保持稳健的财务管理 才能确保财富之数长青 爱情运势 在爱情方面 下周可是水瓶座朋友们感情生活丰富多彩的一周哦 对于单身的水瓶座来说 冥王星四分冥王星 因为冥王星本身不会四分自己 但为了保持原文风格 我沿用了这一表述的影响 可能会让你们遇到一些影响不到的感情变化和发展 就像是一场曝鲁起来的浪漫邂逅 让你们心跳加速 充满期待 而对于恋爱中的水瓶座来说 下周则需要注意与伴侣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共同处理感情中的问题和挑战 保持信任和包容 就像是一对默契十足的舞伴 在爱情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共同演绎出浪漫而动人的篇章 健康运势 在健康方面 下周的天象可能会对水瓶座的身心健康 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 就像是一场没有消音的战争 需要你们保持警惕和应对 这时候 调节情绪 保持身心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尤其是在沐心逆行和冥王心顺行的影响下 你们需要更加重视自身的健康状况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定期的运动 就像是卫生体充电一样 让你们充满活力和能量 同时也别忘了放松身心 享受一些宁静的时光 让心灵得到充分的滋养和放松